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上级还安排干部到我们连队代职 让我回去休假 还给我报销了差旅费 感觉心里暖暖的 应修必修 能修进修 只是西藏军区保障官兵权益的一个举措 他们还将各种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汇编成策 集中进行辅导学习 确保将官兵的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针对干部调整 事关选进 评工评奖 入党考学等热点敏感事务 坚持相信基层 放权基层 全程接受官兵监督给大家交了一本明白账 交明白账 办明白事 是西藏军区扭住官兵主体抓建设的着力点 各级党委定期组织开展双向讲评会 面对面点问题提意见 双向承诺办实事 共同监督促落实 除此之外 他们还开通了网络信箱 设立纪委举报热线等措施 来完善全力运行管理链条 提升官兵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有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都可以讲 可以打电话 发邮件 请信 什么都可以 上级及时会给我们回复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 部队好不好 机关是投考 发展快不快 导向占大块 西藏军区各级党委机关率先锤饭 从严落实各项规定 军事训练中将军带头打第一枪 扔第一弹 干部T8选用 严格落实军事训练一票否决制 让抓训延战成为时尚和潮流 年度表彰中将70%的名额倾向于军事训练和执行重大任务人员 树立起良好的示范导向 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经常讲部队的举起是官兵 是基层 中心工作是战斗力建设 我们不仅要讲出来 让官兵们听到 更要在举起的工作中 让大家看到 感受到 强化广大官兵的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练金兵 魔打赢的正确道向 实现能打赢 打胜脏力 强真目标 费用监的警察 第十二次 正确道和古典元 费用监制 广大利 广大利 广大利